非常自我 世界圍著小孩子轉 小孩子是習慣了一件事 就是被人家去服侍 還有很多父母也覺得 他讀書就行了 他不用做那些事了 不要浪費時間了 也可能因為現在的時代 不知道為何這麼急促 父母是很快 快點搞定他 搞定這個那樣 而是沒有一些時間 讓孩子慢慢地成長 慢慢地學習 一個人的本質 即是他的性格 我猜這個就是 成為現在也好 將來也好 都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 令到他能夠在這個社會裏面 或者我們說 令到這個世界更加美好 譬如舉例 一種語言合作 量善 可以能夠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能夠面對一些困難的時候 他不退縮 所有這些種種的質素 我猜比知識 或是聚能 是更加重要的 小朋友很喜歡在街上 有時是拍皮器 拍皮器其中一件事 是 很想引人注意 他亦都可能用一種手段 去控制他的父母 因為他知道 如果他在外面的時候 基本上 父母就是 覺得不太好意思 算了算了 你想買一個人 你扭機 我就給你 這樣 我猜這個 就是從生活當中去開始 如果我們就習慣他 或者我們知道 他已經是專程 在某些場合裡這樣做的時候 你是要給他更加優先 要去鋪排 你決定怎樣做 有時都是要硬起心腸 有時都是 不要只顧著臉子 因為你要知道 如果每一次是這樣 其實沈彬仔現在很聰明 他完全知道 下一步你想怎樣做 那麼下一次他又來了 奧巴馬連同卓建明家教室 舉辦校長講座系列 邀請到真道書院校長曹希全博士 分享他對培養孩子品格 和建立抗疫能力的經驗和心得 立即報名啦